关于陆琪老师说的那一部分 你自己好好地琢磨琢磨 有倾向 是不是到底是什么激发的 好好去想一想 摔饺子馅 当着一桌人 拉起就走 就是但凡这几种行为出现的时候 或者说女生在恋爱当中 你感觉到你的男朋友已经开始 控制 或者灌输一些要求的时候 这个时候所有的女性都应该警惕 女生你也想一想吧 责任不完全都在她 自己去做选择吧 一起进入真情六十秒 是我今天来这儿 不是说非要跟你断得那么彻底 因为其实很多时候 我知道你对我很好 你也做了很多 其他男孩都做不到 让我非常非常感动的事情 半夜给我送饭之类的 我都明白 就是时间长了 我就是想让你多包容我一点 就是拿出来你本有的包容和大度 其实我觉得这样子的话 我也愿意和你走下去 但是如果你这个总是改不掉的话 其实我对我们两个的未来 是有挺大顾虑的 其实老师们也说了 我也知道自己的一些问题 但是我总是感觉在那样的争执当中 我没有办法让你安静下来 我想说一些话你去听 你去想 你去理解我 可是你总是那样 我也想过陪你长大 今天多理解理解我 谢谢两位 谢谢两位 请回吧 谢谢你们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 我们节目组的唯一官方报名热线是 02 236 06 301 有情感困惑的观众朋友 可以来电报名 不收取任何的费用 小心被骗 来看看这对年轻人自己的选择是怎样的 请 男生好好想想吧 怎么控制自己 女生如果你真的还想好好跟他在一起的话 学会不要激怒 来一起见证属于他们的浪漫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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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